台北股市 哈囉大家 歡迎大家下午好 今天2024年10月30號 歡迎大家今天準時收聽我們的古海飛揚 那麼台北股市 這個禮拜其實是很關鍵 其實就是去看看到市場怎麼去反映這個美國的總統的一個大選 要逼近最後要確定到底是最新任的總統是誰 那在此之前呢 那又遭遇了這個川普的一些發言 那影響了台積電影響台積電台灣的一個半導體的個股的表現 那甚至台積電在ADR的表現也都受到影響 那這都是本週最直接衝擊台股的一個因素 那這些其實它不是直接的基本面的出狀況 純粹就是一個訊息面的預期大家會擔憂 那如果說川普當選了之後 那對台積電甚至是整個半導體的影響 所以會有一些出現一些所謂的利空的解讀 然後這禮拜同時也有很多的重要的美國一些大企業的財報要公佈 還有一些重要的經濟數據通膨數據就業數據等等都需要公佈 所以這禮拜其實真的就是一個很多錯綜複雜很多的訊息交雜的一週 所以其實本週其實它算是近幾個月內來看的話 還蠻關鍵的一個禮拜 然後台灣這邊又你看這兩天颱風來 那會不會出現可能是要修飾 或是說颱風架造成修飾 那這個也會影響 因為你如果說禮拜四或禮拜五有修飾的話 或禮拜五修飾或禮拜四修飾或禮拜四禮拜五都修飾 這個東西不知道 那就是有這種可能性 那如果有修飾的機率還蠻高的話 那其實這個會什麼 這也會影響在短時間內 極短線 國內的一些內資 它的一個操作 它也會影響到它的操作 所以你看這禮拜真的太多太多的一個事件 訊息交錯的影響干擾整個台北股市 那這個是針對整個市場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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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一個指數 整個大盤的一個影響的一個短時間內的一個干擾 那我們昨天有提醒過各位 其實你操作的人 你投資人你要想的是整個面 從整個面去看整個市場 短時間內一些交雜的訊息等等 會影響短時間內的一個指數市場的漲跌起伏震盪 但是整個面去看的話 從大方向去看的話 整個市場目前 這個長趨勢我們目前看 它還是算還是在走一個多方式沒有改變 那唯一的缺陷是什麼 這個就是在三個禮拜前 兩個禮拜前我提醒過各位了 兩個禮拜前我講過 我說這個行情指數的部分暫時就先看 先不要看太重 有沒有我說機會不會很多啦 指數的部分 為什麼當時我這樣講 因為當時我們從整個面去告訴各位 因為成交量是不夠的 你從長趨勢的一個月線的角度去看待 加捐指數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量能是在萎縮的 所以我才告訴各位說 你不要想說前面幾個禮拜 有一個台積電帶領之下 台積電創高 創歷史高的那一段的行情有沒有 那其實當時我就提醒你 我覺得指數還是在一個震盪的看法沒有改變 你不要太期待指數 你應該把重心放在個股上面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從面去看的話 它確實量是不足的 所以我們不會受到短時間的 台積電創歷史新高了 所以你要瘋狂的做多 閉著眼睛亂做多什麼都對 追長追那個很熱門的熱門股 我們沒有這樣做 反而我還提醒你 那重點不是在指數 因為關鍵還是量能不足 所以它勢必還是在整理的格局 那目前為止還是在此格局之內 因此從面的角度去 整個面的角度去看大的 大的格局來看的話 你的格局放大去看整個市場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昨天有講 我說如果快的話 可能大概在12月或許有機會 那要不然就到明年的第一季 那行情有機會在月線的角度來看的話 或許有機會 新一階段的一個 多方的上漲的趨勢 會有機會成立 所以其實在這兩個月 你看像接下來的11月到12月 其實基本上 它還是在個股的表現的行情 它不是一個整個市場上去 創高的這種行情的機率 是比較不大 畢竟就是量已經先說話了嘛 所以我說整個市場 你先看懂它的話 你就不會把重點放錯地方 那你操作上面你也會有一些 該加速呢 該踩煞車呢 還是該怎麼樣調配 就有一個規劃出來了 所以很多人操作沒有規劃 就是因為它沒有從面去看整個市場 它只是看每天的行情有沒有 就是現在很多人每天只看 美國要大選了 川普講了什麼了 都是從現在的短時間內的一個 最近交易一日的這幾天的訊息去解讀行情 可是整個結構整個面來看呢 都沒有這樣看 所以你不會有什麼所謂的資金規劃 什麼市場的行情規劃 什麼規劃都不會有 你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了 那如果你操作股票是走一步算一步 那很可怕 那很可怕哦 那績效絕對累積不起來 好 好啦 那指數的部分大概大家了解了 好 那個股呢 個股其實我一直以來 各位有聽我節目都知道 其實我都會 能夠去掌握住一些 我不敢說全部市場那些 所謂的一個瘋狂的大標股什麼的 我們都抓到 但至少有聽我節目看我節目知道 我們的習慣是什麼 我說我今天帶給投資朋友 尤其我必須講就是 我們這麼多的家 我們的家族成員裡面 絕大多數都是小資族啦 那我帶領了這麼多的資金 可能是一百萬以內 兩百萬以內的資金真的不多的 小資族在台北股市這邊操作 我要給他們什麼東西 你了解我意思嗎 我要給他們什麼東西 有聽我節目都知道 我講了 今天你三十萬資金不多 可是你拿三十萬資金去買一檔股票 我給你一根漲停板 我就問你了 請問有什麼東西改變了嗎 你三十萬去買一檔股票 然後賺了一根漲停10% 你三十萬賺三萬 三十萬賺三萬 那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買 我帶他買了一檔標的 三十萬買下去之後 幾個月後回頭一看 幾個月後回頭一看 當初買那個標的已經漲了一倍了 他的三十萬變六十萬 各位 你會發現 好像有一些東西改變了 有些東西改變了 那這為什麼 這就是我講的 你你用什麼樣的格局 決定你的財富大小 我一直 一直提醒各位盡量可以的話 避免太短線的操作 我知道很多人會告訴你 我某某某某某 他最近做當沖格陸聰 他最近賺多少錢 賺幾萬 隔天又賺幾萬 每天都在賺錢 你或許曾經聽過 這樣子你身邊的故事 可是 你有沒有想過 適合你嗎 你有沒有想過 這些曾經你聽過的那些什麼 每天當沖格陸聰賺錢的那些故事 那些人物 後來呢 你有沒有想過 後來呢 他們累積到什麼樣的財富嗎 你有沒有想過 所以我常常講 短時間看到人家今天賺兩萬 明天賺一萬 後天賺八千 你覺得 你覺得有一點點心動 你也想要這樣子 每天都賺到錢對不對 可是 你覺得 真的 那些人真的那麼順利嗎 你真的覺得他們那樣做 是對的嗎 甚至我就問你 你三十萬的資金今天賺八千 明天賺一萬 那一不小心又某一次又虧了兩萬 你到頭來你三十萬可能還是三十萬上下 根本什麼都沒有改變 倒楣的話三十萬還縮水變成十幾萬 何苦 所以我鼓勵各位 你尤其是資金不多的人 我都講了 你資金不多的人 你的做法就是什麼 朝向大格局去做 累積的是財富 格局越大 格局決定財富大小 好 那問題是 我要買什麼樣的標的呢 那就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我的資金不多 所以我要賺大波段 格局要大 對不對 我三十萬資金如果能夠變成六十萬 變成九十萬 賺一倍到兩倍 一檔股票 我三十萬賺一倍就變六十萬 賺兩倍就變九十萬 將近一百萬了 對不對 如果能夠做到這樣的標的的話 那就是財富嘛 對不對 那生活啦 你的情緒等等就改變了 是不是就不一樣了 對 你就能感受到什麼叫不一樣 好啦 問題是我們要怎麼抓 怎麼去買到一檔標的能夠賺一倍 甚至挑戰兩倍 怎麼做 就是我講了 你聽我節目都知道 過往 我每一次每一次挑出來的標的 幾個月後你回頭一看 一倍的 兩倍的 大有人在 大有股票在 對不對 怎麼挑的 就是位階 我再講一次 這就是位階 股票的位階 決定你操作的輸贏的機率 股票的位階決定輸贏機率 格局的大小決定你財富累積的大小 位階跟格局是輸贏的最大最大的關鍵 所以你看 我挑給各位的標的 我們一個一個看 其實很多案例太多案例了 我們就講 不要講太久的 這幾個月內的事情就好了 不要講到去年前年怎麼樣 我們就講這近幾個月內的事情 4729一貌 已經累積到 各位看畫面 來聽眾朋友 如果你在聽我的節目 但是你沒有看到 沒辦法看到畫面的 那我可能要麻煩你 可能等一下去加我們的Line 加Line之後 因為加Line之後上面會有 我們會放我們每天錄廣播時間的同步的錄影畫面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話 待會加Line 加Line之後趕快去點選這個YT的影音解盤 24小時隨點隨看 為什麼我希望你看畫面 因為看畫面我會給你看圖表 你會更直接明白了解 其實你應該怎麼做股票 我要傳達的是你應該怎麼做 而我們怎麼做 我希望你看到我們怎麼做做 你去思考 你是不是也可以改變成像我們這樣做 對你絕對有幫忙的 來看畫面了 這是4729銀帽 你看這檔標的是不是經過長期修正之後 然後開始竹底 長期竹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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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我們在這裡買的 你說真的假的 我節目中我都有預告 在當時我這檔股票 我當時圖卡是遮起來的 有沒有 你各位看 有沒有 這是哪一檔股票 這個就是銀帽 4729銀帽 當時我遮起來了 在這裡 當時我給你預告 我說如果 我說如果你願意的話 拿個30萬也好 拿個50萬也好 買一檔股票放在這裡 你的30萬50萬放在這裡 我說如果我畫的這條線 它來的話 至少第一個 波段第一個會來的目標 這裡多少 84% 有沒有看畫面 有沒有 我直接畫這條線 如果來就84% 我們在這裡帶你買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放個30萬在這裡面 你可以放個50萬在這裡面 然後呢 等待 你該有的 應有的報酬 4729銀帽 好啦 幾個月 幾個月之後 過去了 經過幾個月之後 來 你看 不是我當初講的84%了 已經135%了 有沒有 已經135%了 在這裡買 已經135% 也就是說你當初如果來 你有放30萬進來的 我當初邀請你 那你當時有 我聽到我節目 當時有來的 那這幾個月下來 你當時的30 有人買 我現在念給你聽 我們這邊都有記錄 有人買35萬當時 到現在賺了 47萬 2,500 35萬 賺47萬多 42萬賺56萬多 你一檔股票你只有30幾萬賺47萬多 你的30幾萬變得多少變得80幾萬 是不是很有感 那如果你還在每天30幾萬去做股票 做當初 從今天賺3000 明天賺1萬 後天賺怎麼樣 你覺得呢 那 一個禮拜後 某一次交易 做錯了 賠1萬 賠8000 你覺得到 你到底30萬上下 還是30萬上下 運氣不好的話 甚至30萬上下變成10幾萬 那可是問題是你花了幾個月 買一檔股票在底部 有沒有 買一檔股票在底部 然後呢 幾個月過來了 你135%拿到 而且對於是你的30幾萬變多少 變成780萬 35萬買的人已經賺了47萬多 所以變了80幾萬 這幾個月過來 你當初的30幾萬 現在變了80幾萬 當初的42萬買的人變多少 賺了56萬多變多少 變成98萬多變100萬 42萬買的人變100萬了 各位 你了解我在陳述什麼嗎 我們這邊還有人33萬買的 56萬的66的38萬買的47 51 63萬買的 45萬買的 54萬買的 36萬買的 每一個人30幾萬 40幾萬 50幾萬都已經變什麼 變成890萬起跳了 幾個月的時間 我要表達的是什麼 小資族 你們要朝最適合你們的做法去做 如果你只是來打發時間 每天當充隔著充 賺3千 賺3千 5千 8千 這種東西 或者你要求那個漲停板 漲停板 我跟你講 一根漲停板 對30萬買的人 40萬買的人 請問有改變什麼嗎 40萬買 漲停板一根 十足賺10%好了 你40萬賺4萬塊 有改變什麼嗎 你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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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每天就這樣沒有改變 40幾萬之間 還是40幾萬 可是你又沒有花一點時間 買一個 買一檔 真的是從在底部未接 有沒有 你看當初的4956光虹 你看這49 我現在都講最近 我講近期幾個月內的事情 光虹 我們在這裡買 你看 然後這裡看畫面 我們看畫面 各位 這個位置買股票 你說對還是錯 我就講了 未接決定輸贏的機率 這種未接買股票 是不是風險很低 風險很低之外 你的成功機率高不高 很高 然後再者 當時我都有先預告 我當初也是折起來 有沒有折起來 跟你說這個標題 你看是不是長期修正下來做 足底足底足底 之後在這裡 我跟你說 注意囉 我自己畫一條線 有沒有看到 我說這條線代表什麼 代表100% 如果我這裡買的人 到這邊就賺100% 就一倍了 願不願意 那所以我說當時我還是一樣 我講法都一樣 我邀請你的方式都一樣 我說如果你可以拿30萬 放在這裡的話 趕快來 如果你可以拿個40萬 放在這裡 你願意的話 你趕快來 我們花一點時間 我們來看 我講的話有沒有實現 那這是什麼 這是不是4956光宏 你自己看 是不是 然後呢 到近期已經超過200%了 到近期已經上來到這邊200%了 200%了 這過程中他也有漲停 他也有好幾次漲停 問題是如果看到一個漲停 你就賣掉的話 你30萬賺3萬塊你就賣掉 你可能 你可能 你到現在 你可能真的 我講的 講的 就是 可能你真的 真的會 歐死了 你會吐血啊 對不對 賺2根漲停就賣掉了 哇 30萬賺2根漲停 我賺6萬了耶 對不對 格局 決定財富大小 幾個月後的現在 當時買30萬的人 現在已經賺200多%嘛 已經超過200%嘛 那代表什麼 30萬已經變了100萬了 你30萬 你當初30萬賺一根漲停碼 3萬塊很開心 賺2根漲停碼很興奮 就把他急著 哇我要賣了 太開心了 賺錢了 2根漲停賣掉 賺6萬 恭喜你 當然問題是改變了沒有 到現在你還是那個資金還是沒改變 可是如果當初你跟我這樣做 30萬 到現在幾個月後 賺了200%以上 30萬變100萬了 各位 30萬變100萬了 你再想想看 當初你賺2根漲停碼賺6萬塊 你當時把它賣掉 你覺得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好傻 對不對 所以 每一檔標的在我這邊我都講過了 你先看我帶你買了什麼樣的位階 就決定你的輸贏的機率了 然後再來看我們的格局 決定財富大小 308的聯亞 後來好多人在講聯亞 CPU的聯亞對不對 可是我跟妳講的時候在這裡 120塊上下聯亞 沒人要 沒人要 結果上來到這邊 400塊 120漲到400塊 230% 230% 你看 當時買聯亞的人 有放30萬在聯亞的 賺多變成90幾萬 沒有變100多萬了 40萬買聯亞的人變多少 變成130萬了 50萬買聯亞的人變成160萬了 60萬買聯亞人變成198萬了 你看 那是不是 那你說 說這些人的生活是不是 改變不一樣了 對不對 這支財富 它會讓你的生活不一樣 我們今天既然進入台北股市 我們要的就是能夠尋求改變 如果只是為了每天賺個幾千塊 一兩萬塊 賺一根掌停板 就開始很興奮很開心很高興 我跟你講 其實根本沒有意義 你白白浪費了這樣一個證券交易市場 它可以讓人致富累積財富 它可以讓人改變生活 可是你們卻選擇了一種 只是每天短進短出短進短出的短時間的充分 可是問題是對三次對四次之後 只要有一次虧又吐回去一些了 到頭來起起伏伏 起起伏到頭來你財富還是那樣的 你的資金還是那樣子 根本沒有改變 甚至遇到行情可能比較差的時候 你的資金馬上快速縮水 怎麼辦 三十萬變成十幾萬 四十萬變成二十幾萬 我看太多的案例了 所以我才會跟你報告 跟你說明 我帶我的客戶 我們要的是追求的是一個財富累積 所以我會挑低位階的標的 長線的 長線波段的轉機的股票 或長線波段的一個 有機會爆發的股票 然後尋求一個大波段的一個獲利 那因為我買了低位階 所以風險相當低 成功機率相當高 然後那個公司背後又有一些特殊利基 跟故事我們掌握住 所以我們在一個適當時機去買進 在月轉折的位置去買進 那從月線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就買了一個波段起漲的月份 開始一根一根的向上走 所以幾個月後回頭一看 賺了一倍賺了兩倍 這種的一個 股票操作績效 已經太多案例了 我們是這樣做的 所以在我這邊我說過 我要給我的客戶要的 給他們的是不一樣的東西 給他們不一樣的東西 近期的2431的連倉 已經四天四根漲停 四天四根漲停 請問一下 你會因此而改變什麼嗎? 也不會 所以我說的 我們要的也不是這個四天四根漲停 因為如果他沿途的 所謂的籌碼什麼狀況都沒有異常 那基本上他耳後 就會慢慢變成一個大波段成形 所以我們不會為了這四根漲停 我們就興奮 我們就說你們要發財了 你們怎麼樣的 我從來不講這種話 因為說實在的 你50萬支金賺四根漲停 改變什麼了嗎? 其實什麼也沒改變 我們要的不是這個東西 但至少我證明了什麼 我們每一次都在底部的位置 去找這種低位階的轉機股 或者高的成長股爆發股 所以你看他一上去馬上就點火 就是四天四根漲停 就證明我們這樣做 我們勝率成功機率是很高的 然後進而再去求 波段的大獲利 一步一步來 但是你要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要有那個實力 把這種標的把它找出來 好不好 那要買進最新標的的聽眾朋友 投資好朋友們 如果你有一部分資金 可能30萬 40萬 或者是多一點資金 不知道 你覺得可以選擇 低位階的轉機股去佈局的話 那麼歡迎你跟我們聯絡 歡迎你跟我聯絡 那我現在 剛好現在月底了 我今天再給各位一次機會 如果你資金不是很多 可是你真的需要尋求幫忙 然後你認同我們這樣 帶你這樣做的話 買進這種低位階的好股票的話 那請你把握今天再一次的小資專案 小資專案 你說什麼是小資專案 因為時間有限10秒鐘 就一句話 一個月只要幾千塊 一個月幾千塊 然後呢 你成為我們的家族成員 然後我把好的標的 提供給你 你去趕快去佈局 名額有限 那趕快把電話撥通 我們明天再見囉 掰掰 訂閱